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粉红色的一个颜色 就是对待你的亲人 刚才看到了吗 这种五角形共振的模式 想着他吐一口气 然后这种颜色 让你画的过程里面 全是现实粉红色的 观想粉红色的 在新轮的这个位置画 记住新轮 画它就好了 然后复杂一点的自在 你今天和你的父母 亲人 孩子 然后产生过什么冲突 然后用正面的这种模式 是什么呢 给他们画 把他们放到中间的那个空里面 然后观想着他们 如果你可能发生了很多次 今天产生的冲突比较多 记住是三的背处 一个人画三次 然后再往下画 记住一定是逆时针的 当你画完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给你的亲人去打电话 你就会发现他的情绪变 所以你在给别人打电话之前 跟你太太说 我明天要买个大彩电和游戏机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可以先画一下呢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像一只小猴子和小赖皮 然后你可以去耍赖的 家里边的人是可以耍赖的 你可以像你父母这么耍赖 你可以允许你的孩子这么耍赖 对 好的 我们现在知道了跟亲密关系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 然后再往最后面 就有难度的是在最后面那个 先把自己想象是这样的 就从心脏的这儿的中间这个位置 这是负责情感的 然后想象的是 从那儿有一个金灿灿的球 然后逐渐地拖大 冥想一个金色的球 逐渐逐渐拖大 然后是什么呢 第一个 把自己包起来 第二个 把你的亲人包进去 第三个 把地球的所有的植物和动物包进去 再往上衍生 在第二次做呼吸的时候衍生 把整个太阳系包进去 把整个银河包进去 然后有一个光 它不断地作为金色的光在延展 这种方法 它是用于什么 用你在炼成环须之前 正负的拓展 所以这件事情是 每天晚上做完清理 逆时针 做完情感的清理 五角西 在做什么呢 自我厂能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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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